就在最近,AMD正式公布了其首批采用混合价格的APU产品 分别是全新的锐龙5代7545U和锐龙3代7440U 两张卡添补了A卡目前在7000系用门APU不足的情况 它们分别采用了标准的Zen4核心和面积更小的Zen4C核心的混合设计 带来了更好的功耗表现和低功耗性能 从具体产品规格上来看 7545U提供了两个Zen4核心,还有四个Zen4C核心 组成了六核心十二线程 技术频率为3.2GHz 加速频率为4.9GHz 配备16兆三级缓存 锐龙3-7445U具有一个Zen4核心和三个Zen4C配置 组成四核心八线程设计 技术频率为3GHz 加速频率为4.7GHz 配备8兆三级缓存 这两款芯片的TDP均为15-30R 都配备了RADIAN 740M核心 配备4-CU-RDNA3核心 锐龙5-7545U核心最高频率为2800MHz 锐龙3-7440U则为2500MHz 而在性能表现上 AMD表示Zen4核心针对单线程频率和功耗 超过了20W的多线程扩展进行了更好的优化 而Zen4C核心则针对多核效率和尺寸进行了优化 在对比中 纯大核设计和火核设计的表现基本相似 火核设计在较低TDP下提供稍好的性能 同时在较高TDP工作负载下 接近经典设计 已经有传言称 AMD会增加其下一代锐龙8000Strike Point APU的核心数量 除了核心数量增加以外 更小核心的使用也有助于AMD在入门级产品上的竞争力 为科技数码市场的装机脑和玩家提供了更多选择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件相关消息和核心知识 记得关注 超级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